我們過年時尊 因為是預錄的 所以我想說 應該來彈一些 可能比較深入的 我認為也是 關閉到去年 這幾年 一個很重要的題目 就是我們大家都知道 一直到這幾天 還在憤怒不消 所謂釣魚帶的問題 所以我這個節目 所有的規定 我都會跟大家分析 來瞭解釣魚帶的問題 釣魚帶的新聞 應該是說去年幾年 我們大家常常在 媒體媒體可以看到 這不是只有台灣人的新聞 這其實關閉到 台灣的附近 譬如說中國 或是日本 甚至是美國 其實大家都很關心 關心到釣魚帶 這幾年來的發展 為什麼 其實釣魚帶的問題 自1970年代到現在 所以那時候開始出現的保釣運動 大家想看看 也四十幾年了 為什麼到去年這個問題 爆發這麼嚴重 甚至說 中國大陸派出軍艦 派出很多人所謂的海釣船 台灣也有保釣的船隊 和日本的自衛隊 在釣魚帶附近的海域 在對抗 甚至很多人煩惱 是不是形成軍事衝突 其實我相信這個題目 在去年爆發有的原因 為什麼我相信是 因為跟 各個國家的政治局勢有關 為什麼 因為去年很剛好 去年很剛好是 幾個國家的建管 剛好都在更替的時候 我們說有幾個國家的建管 我們說美國 我們知道歐巴馬 他也要選舉 歐巴馬是黨選的 另外就是中國 中國他沒有什麼民主的選舉 但是他中國共產黨 他的政權 也是要交替的 為什麼 因為 本來的執政班子年紀大 我們都知道 中公現在是所謂的集體領導 他這個集體領導 就是一個 中國共產黨裡面 他有一個類似金字塔的結構 相關的這個政治局常委 在他第18次 所謂中國共產黨的人民代表大會 他表面上也是有選舉 當然人選都是內定的 但是這個內定的過程 其實也是經過很大的爆爭 我們知道 去年幾年來 所以 習近平 就是說 上任的時候 這個過程 講起來 也是有一些風風雨雨的 所以他這個政權交替的時候 其實也很緊張 所以 中國共產黨 利用釣魚台這個問題 變成是怎樣 變成是說 他在炒作民主的情緒 甚至 其實在中國 達到 儘管的一個地方 就是幾十個城市發動示威 很多 我們說 日本人 工廠 商店 在仇日氣氛之下 都叫雜壞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日本 其實日本也是同樣的選舉 日本這個選舉的結果 其實也很差 為什麼 因為 那些自民黨 比較傾向右翼的 一些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政治領袖 在這篇選舉裡面 可以說大勝 其實這些人 包括我們知道 所謂的 東新都知事 和我們現在的首相 安培晉山 其實 他們都是對於釣魚台 採取比較 所謂 右翼的 強硬的立場 其實這也是跟日本的 國內他們當然也是有所謂的 民主主義有關 其實這在選舉的時候 民主主義是 最容易激起 民眾情緒 進而鞏固 一些政權 爭取選票 一個最好的方法 所以呢 當然 因為 我覺得中國 也有點配合 日本的選舉 中國對釣魚台施壓 結果是 日本的右翼 可以說是大勝 不但就是說 在很多地方性的選舉 甚至連 國會選舉上 都取得 自民黨 右翼 政治領袖 都取得 他們說是大勝 所以呢 因為這樣的結果 加上 美國選舉 當然 歐巴巴也不能太多 結果導致 還有一個很大的 還有一個原因 其實也有關係 就是說 比較周邊的 我們說韓國 韓國也是在選總統 所以 韓國在選總統的時候 其實他們 這任總統 李明博 為了說他的 他的下一任 就是 我們說知道 補警惠 所以他也是 在這個 他的所謂 獨島的問題上 做很大的動作 他自己 親自登上獨島 這也成為國際新聞 結果我們知道 這個 韓國也是 執政黨獲勝 重點就是說 這個 所有 差不多 你看日本 韓國 中國 其實所有的政權 在 操作釣魚台的問題上 從 結果論來看 老實說 因為操作這個問題 他們都得到了 蠻大的好處 可以這樣說 所以你也 你也可想而知 就是說 為什麼 剛好在去年這個時間 釣魚台的問題 突然被炒作起來 當然 現在是有一個 我們等一下會說 一個歷史因素 就是說 釣魚台 這個 這個小島 其實很有趣 它介於台灣 中國 日本 三個國家 與國界 差不多是一個交叉點 從以前可以說 是一個三不管地帶 所以 在以前以來 其實這個長久以來 以日本的管轄而言 這個島 它是屬於一個私人 最早 它開發的是一個人 叫做 古賀近三郎 因為這個 重重的原因 它還跟日本政府簽約 對 就是說這個島 它的產權 當然這個島 它是 以日本 本身來說 這島當然也是國家的 但是它 每一片土地 都有它的產權 這產權是屬於古賀家族 古賀台 一直繼承下來 古賀家族 為這個島 賣給另外一個私人 因為釣魚台 釣魚台現在 它是 1940年代 1970年代 因為這 就是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關係 是美軍 實質上在佔領的 如果在1970年代 美軍 為這個島 就是說 它的管轄權 行為日本了 但是這個產權 也是屬於私人 也是屬於私人的 也經過 之前 也經過這個產權的轉移 但是到現在 就是說 日本有一些政治人員有領域 說 這個島有這麼敏感 乾脆我們把這個 而且這上面 已經沒有住人了 所以就 希望說 把這個產權 從私人的手上 收回 變成國有 所以他們 所以最早 我們說 東京都知事 實願聖太郎 他就想出一個辦法 就是說 他在去年 發起募款 要為釣魚台 產權 為私人 收歸國有 因為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一出來之後 變成是說 鬧得沸沸揚揚揚 中國這邊 大家就認為說 你這個要國有化 等於是說 你要對 這個我們中國固有的領土 釣魚台 燃止 所以就很想起這樣 所以 整個釣魚台事件 就爆發開來 要談這個問題 我覺得 其實釣魚台的問題 是很久 但是我覺得 他對台灣來說 老實說也很意義 為什麼 因為透過釣魚台的問題 我們可以去 了解台灣 這四五百年以來的歷史 另外一個很重要 就是說 台灣現在的定位 在台灣 當然我們台灣 是一個 小國家 軍事力量沒那麼強 你說在釣魚台 這個 競竹的遊戲裡面 台灣 想要說去 獲得什麼樣的好處 老實說是很困難的 但是我覺得 對釣魚台的立場 對這個問題的理解 我想 對我們台灣人思考 未來為台灣的戰鬥 我覺得是很重要 也很幫助 說起來 釣魚台 從一九七個年 這個問題開始產生以來 老實說 這個問題 在台灣 主要 在主導的就是 其實一開始 就是所謂 我們知道的 所謂 懷有大中國思想的 統派 不用說 因為其實 一九七幾年 因為釣魚台 本來是 米軍在管轄 差不多一九七幾年的時候 他們想說 要解決 所謂 他們的 管轄的問題 因為這 這在那時候 二四大戰 中戰的時候 這 釣魚台 跟琉球的島嶼 算是 就是 美國代管 那時候 他們決定說 要向日本 對 要向日本 那 當然我相信 琉球 或是說 沖繩這些地方 向日本 這個大概 大致上是 沒有太大爭議的啦 因為 其實日本管轄 這個 琉球這個國家 也很久了 差不多一八 一八幾年 就是 我們說 十九世紀初期的時候 他們就去 軍事佔領了 之前是 當然是說 琉球是中國的 反屬國啦 名義上是反屬國 但是其實 日本做這些動作之後 這兩三百年 中間 其實中共 不管是哪個政官 也沒有標示 說 要去爭取 什麼軍事行動 當然 我們贊人酒 日本在 琉球這裡 設置行政區 很久了 所以 美國為琉球這部分 向日本 大家 好像說 沒有太大的意義 琉球這些人 其實他們本身 也覺得 可能 讓日本來管轄 他們也是這件事情 接受的事情 所以這部分比較沒有爭議 問題就是說 會在釣魚台 這麼附屬的 島嶼民店 它基本上 在美國人管轄的時候 是處於無人島的狀態 日本之前 其實他們也有 在設置行政區域 但是 當時 就認為說 台灣的保釣人士 就開始認為說 這個島嶼的管轄權 它其實是有爭議的 日本的 所謂它的統治的事實 不是那麼的明顯 那時候 所有有很多 所謂保釣的 愛國青年 出來抗議 我們知道裡面 一個真有名的 保釣青年 就是我們現在的總統 馬英九 馬英九 不但當時 參加這個 保釣運動 走上街頭 一定 他 他去 這個我們說 法學院 他下的 博士入門 也是在研究 釣魚台的主題 他當時 所以 他就是現在 釣魚台的主題 主要就是探討 釣魚台的主權 另外就是 真重要 就是說 釣魚台的蚵腳 因為 在1960年代 曾經被調查 發現說 下面有 蘊藏豐富的石油 是不是說 台灣 對於所謂釣魚台 附近的油田 有所謂開採權利 那當時 也就是 利用 國際公法 海洋法 有一個 大陸棚的概念 來寫 他的博士論文 他也是 抓到他的學位 當然 這就是 一個標準的 原說 畢生 講起來 應該是他 以畢生 以保釣為職制 現在 當我們的總統 其實 剛才去年 這個 整個釣魚台蜂蜓的時候 馬英九的表現 所以馬英九 當然他也要表態 所以馬英九 提出了一個 所謂的東海協議 他認為 他認為 釣魚台的問題 應該是 中國 台灣 日本 三個國家 應該一起來討論 好 我們這段 先告到這裡 一段 回來的 立場開港 歡迎收聽 快樂的報榜 立場開港 我是 比一潘潘健智醫師 今天是 一年初三 我們這段 是 特別的節目 我跟大家談 這 很重要 也很有藝術 我們說 釣魚台的問題 這段 我們大概講一下 就是去年 為什麼釣魚台的問題 在40年 突然被人 澎湃洶湧 在 中國有大規模示威 釣魚台 沿海海域 這 不管是台灣的 那時候 還是說 中國的海監船 戰艦 或是日本的自衛隊 日本的海巡隊 在台灣的附近 對抗 用 這水槍 不單是水槍互相噴 甚至 船艦 甚至有一些這種 驅趕 碰撞 是你說 過年前 也有一個新聞 就是 日本在抗議說 中國的軍艦 跑到這個 釣魚台海域 然後用它的這種 飛彈的雷達 鎖定了日本的船艦 這是一個 很挑釁的動作 因為現在 科技很發展 你在你的 戰艦面前 有什麼行動 其實對方都知道 甚至呢 中共 也派出這個 我們說戰鬥機 在釣魚台附近的海域巡航 日本也 嚴重說 為他們的自衛隊 會飛去 也飛去跟他們對抗 這個時候 當然一個很重要 就是說 美國 美國 也開始對 釣魚台 他們本來是不願意說 在這個 小島的問題上 琢磨太多 免得得罪 得罪 這附近的國家 但是 日本的 國務卿西拉隊 國務卿也被逼得沒有辦法 也出來重生 日本也有說過 說 其實這個釣魚台 當然 當然是美國交到日本 所以這幾個釣魚台 是屬於 美日安保條約 就是說 意思很清楚 如果說釣魚台 附近的海域 發生什麼戰爭 美國是沒有辦法 脫身而出的 也因爲 我們先看看 這個局勢的變化 我相信 第一 日本 既然他已經換了政權 我想 他對釣魚台的立場 應該是不會 就是說 退縮的 不可能 一定是釣魚說 這是我日本的領土 你沒有什麼理由 可以 不管是哪一個國家 台灣也好 中國也好 沒有什麼理由 可以來給我侵略 如果一味的用軍事相逼 日本一定會開戰 所謂的智慧隊 不然再為什麼 當然就是保衛他們的領土 因為日本國民的投票 很明顯的 明顯的一個意象 因為這 我們說日本的這些自民黨 是說他們的右翼 大勝 就是日本國民的立場 就是 沒有錯 這是我的國家 我要保衛 我想這是 我們大家要有一個 基本的了解 為什麼 為什麼我特別要強調 就是 因為台灣現在的媒體 我們知道 直接被中國控制 甚至親中國 親中國非常厲害 包括我們中央社立場 都是一樣 所以大家在看這個新聞的時候 其實它是 大部分的媒體 站在中國的立場 但是你如果去看 美國跟日本的媒體 那當然又是不一樣的立場 所以你如果在這個新聞看過 你或許會真的覺得說 中國是不是真的要把釣魚台拿下來 我跟大家講 這個大概是非常困難 而且是不可能的一件事 除非中國願意在這個時候 發動一場大戰 包括美國、日本 美國、日本的海上的軍事實力 大概加起來 應該是世界上最強的 不要講說日本 光美國的一個艦隊 可能中國的這些 不管是什麼 海軍啊 或是他們在家造航空母艦 在那邊兼實戰機 大概那個科技實力 跟那個數量 跟那個火力 跟那個火力 拼不過的啦 我相信中共也不可以這樣說 就是說 願意 就為了這個小島 付出這麼大的代價 為什麼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因為 其實在中國 我 我 像這些問題 我也在部落格上 寫很多文章 在臉書上發表很多文章 大家知道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 其實它周圍的領土爭議 非常的多 很多 怎麼說很多 它在當辦 它在筛辦 甚至在 就是說到 東南亞各國亞洲 這些臨近的國家 其實從 以前到現在 都有一些領土爭議 為什麼 因為道理很簡單嘛 中國 很愛說 這個固有領土 包括我們台灣 中華民國憲法 都說固有領土 問題是固有領土 四個禮 太模糊不清了 所有的固有 是從哪裡開始 算固有呢 你要從 元朝嗎 從明朝嗎 從清朝嗎 清朝的固有領土 你是要怎麼算 算在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面上 你會 你自己認為 以古代 中國的天朝思想 以他們這種 就是說 我家天下 中華帝國思想 當然 它的領土範圍很廣 但是這個地方 其他國家 的人民 本來就居住在那裡 那本來就是屬於他們 統治 你的憲法 你的行政區 的一部分 你們要說 他是他的領土 人家不一定會承認 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 其實 立國來這幾十年 跟周圍 國家的領土爭議 有很多 當然慢慢的 中國共和黨 也是跟周圍很多 國家領土 在爭議 在談判 所以 他們 這幾十年來 其實他簽訂 很多 條約 包括說 我們說的 外星 安寧 以南 庫葉島 那幾十年 以前那也穿著的領土 但是他都要跟蘇聯達成協議 他放棄 我們說在東北 一部分的領土 在面積有什麼 你知道嗎 一百萬平方公里 包括庫葉島 這就是 簽約的 就是說 這屬於是俄國的 包括 我們說什麼 唐弩烏涼海 唐弩烏涼海 這就是 外蒙古 北面的地方 這就是 以前也是清朝的 他也是 跟蘇聯簽約 中蘇友好條約 包括西江 帕米爾高原 甚至 包括西藏以南 跟印度 帕米爾 高原 一些交界的地方 他們都要簽很多條約 就是說 確定這個領土的界線 所以 所以表示什麼 從清朝的 所謂的清朝的固有領土 一直到現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說那隻老母雞 包括我們知道 外蒙古都要獨立 所以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地圖 中華民國 我們小時候 教科書 我們小時候教科書 是秋海棠 但是外蒙古一塊 已經不去 差不多 156平方公里 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由秋海棠 變成一隻老母雞 外蒙古已經 獨立是一個國家 現在是聯合國 會員國 一邊就減156平方公里 所以其實 故有領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 現在 其實它的面積已經減多少 減325萬平方公里 大家知道 釣魚台 八個小島合起來 它的面積有多少 其實它在6.34平方公里以來 所以我說的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立國以來 我們說它解決領土爭議 甚至你要說說 它放棄了固有領土 可以這樣說啊 真的是放棄他們所謂的固有領土 有 它的面積是釣魚台的 會幾倍大 我跟你說 五十萬倍大 那面積是有帶人民的 有沒有礦產 有啊 當然有很多礦產 它也可以放棄啊 釣魚台的石油 石油 說石油 從來沒有開發過啊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可以去 為了和平的因素 或是解決歷史爭端 去簽約 簽了幾十幾個條約 去完成 去達成這個 就是說 跟鄰國的共識 然後呢 把這個固有領土 我們可以講說 就是 就是放棄掉 其實也沒有什麼道理啦 所謂的固有領土 這本來就是很 含糊的定義 這個面積是釣魚台的 五十萬倍大 這個事情他們可以接受 可以做 為什麼獨獨一個 這麼小的小島 事實上他們從來沒有管轄過 吼 要不惜 要跟日本 要跟美國 要挑起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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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主義可以解釋嗎 不見得喔 嘿 民族主義怎麼解釋這麼多 你說的 所謂的 東北吼 外星安寧 庫葉島 那邊 難道現在沒有中國人在那裡 有有很多啊 他們可以放棄釣 釣魚台沒有人 那為什麼要 為什麼就不放棄 我跟大家說一下 最大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因為台灣 就是因為台灣啦 所以我經常說一句話 如果我們台灣人要思考 保釣很前 要先了解一件事 你有沒有辦法保台 你有沒有辦法保台 釣魚台如果跟台灣綁在一起的時候 中國要染指釣魚台 是不是就要染指台灣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問題 為什麼我要這麼說 因為去年齁 我們說台灣的民體齁 不漲進也是這樣 去年中共的這個 軍艦 好幾艘軍艦齁 他怎麼樣你知道嗎 他第一次從那個 台灣的南部開過 然後他開到台灣齁 跟宇娜國島 宇娜國島就是 就是琉球的一個島 在台灣最近的 從宇娜國島 跟台灣中間開過去 然後呢 開到釣魚台附近的海域 這樣繞了一圈 這意味著什麼 當然就是說我 意味著 中國在宣誓 這個是我的領土 釣魚台是我的領土 我的領海 所以呢 我的軍艦可以去那裡巡役 當然這艘大事 是給日本很緊張的 那幾天日本NHK都是頭條爆條 那一種台灣齁 台灣的謎體不痛不癢 我不知道是刻意的 不講這件事還是怎麼樣 但是這個對台灣的國防齁 是一個很大的警訊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軍艦 為那曬過的時候 離台灣很近喔 差不多沒有一百公里 嘿 那 他在宣誓釣魚台是 就是說中國領土的時候 其實同樣也在宣誓 台灣也是中國的領土 當然 馬英九親中的立場 他覺得這個沒有什麼 不痛不癢 日本 日本 釣魚台只是他的一個小島而已 他們現在也沒有人 他們也沒有進行什麼 礦業開採 但是日本人就很緊張喔 日本的自衛隊 他的 不管是他的船艦或是飛機 是全面動員 全部在監測的 台灣人傻傻 台灣人傻傻 就是說 台灣還有一些保釣人士 就是為東北的這 這我們說的港口 還有一些漁船 全家符號 跑去 跑去喔 不但是拿著五星旗 甚至是跟中國的海艦船 合作 他們的意思是說 兩岸聯合保釣 然後呢 要 等於是說配合中國的動作 要去釣一台宣誓主權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危險的行為 為什麼 一段話再跟大家來分析 正常的快樂聯邦王 我是比利潘健之醫師 今天是大年初三特別節目 我跟大家來談這個 真重要 但是也很特別的所謂釣魚台的問題 釣魚台的問題 我們要去回溯歷史 去了解說 為什麼這個問題 現在變得這麼複雜 這麼難以解決 這牽涉到1970年代所謂保釣運動 當年 釣魚台在美國的託館 帶館之下 要向日本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 當時 本來 國民黨是對這個 沒有什麼意見 為什麼 因為他們認為 本來釣魚台就是屬於 流球領土的一部分 在 這所謂二次階段 二次階段要結束的時候 所謂開羅會談 開羅合約 其實當時的 羅斯福 和秋吉就贏了 我們問過 老政委 叫蔣介石說 你們 阿拜 日本有一群小島 還有琉球群島 這在 戰爭結束之後 這個小島被他處置 阿當時呢 蔣介石的評估的立場 是說 台灣沒有 那時候在中國 大家都沒辦法去接收 這個 琉球群島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 這個 這個部分 他們在那邊不想要討論 所以到了後來 1970年代 因為那時候 就開始說 中國要參加聯合國 阿當時就有一個 很有趣的狀況 就是說 日本在終戰結束以後 他的很多 法理的問題 還沒改管 所以那個時候 有必要 中國跟日本 簽訂一個 中日合約 阿問題是中日合約 要跟誰簽署 是跟那時候 跟逃到台灣的 蔣介石簽署呢 還是跟 留在中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毛澤東簽署 阿當然蔣介石也希望 他能去簽署這個東西 所以 所以日本 那時候其實也利用這個心理 就是說 已經中國快要加入聯合國了 那如果我要簽署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蔣介石還是 中國在聯合國的 合法代表 所以我跟他簽署 那 也許 趁這個蔣介石 還急著要簽署的時候 他們可以獲得一些好處 阿所以那個時候 像 琉球的問題 大概 大概在那個時候的中日合約裡面 蔣介石就讓步了 其實他本來也沒想要 阿當然 那個時候普遍就認為說 欸 釣魚台 它其實就屬於 流球群島的一部分 阿但是 但是這個 這個默契 在美國、日本 台灣達成了 當 開始 那個 就是說美國 宣布這個消息 的時候 欸 那時候就開始不對勁了 就有一些 有一些所謂的 保釣人士 台灣的年輕人 大學生 就出來說 欸 不對阿 琉球這個部分還給日本 可以 可是釣魚台不行 釣魚台這個 領土 有爭議 它應該是屬於台灣的 不是屬於日本的 所以那個時候就開始 所謂風起雲 保釣運動 其實保釣運動 對於國民黨來 來 講 是很頭痛的 他們不知道怎麼應付的 欸 因為他本來就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為什麼 因為從頭一開始 釣魚台 那時候也有人叫尖閣群島 台灣叫尖閣群島 你不能叫尖閣群島 如果你去找 找以前台灣所有的地圖 還有台灣所有的行政 就是說 文書 甚至那時候報章雜誌 其實本來就認為它是日本領土的一部分 我們現在找不到任何的 有關那時候的 1970年代之前的地圖 台灣的地圖 中華民國的地圖 中華人民國的地圖 曾經把釣魚台 來納入領土過 沒有嘛 那也沒有那個行政區域啊 所有人都知道說 台灣的最北端 是 什麼彭嘉宇群島啊 沒有到釣魚台嘛 你去查所有的資料 都是這樣嘛 行政區域也沒有啊 結果那時候開始保釣運動以後呢 政府 下不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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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個時候才做一個動作 什麼動作 就是 省政府這邊 其實那時候台灣人通過一些法律 然後就把他認為說釣魚台 是屬於宜蘭的一部分 把宜蘭化為行政區域 1970年代從來沒有這個動作 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那時候應該 省政府主席是 李登輝 所以 李登輝非常清楚這個釣魚台 怎麼變成台灣領土的過程啊 齁 所以現在李登輝有出來說 這不能日本的啊 他本來就不屬於台灣啊 屬於台灣 請問你 1970年代以前 釣魚台是 台灣的哪一個縣管 沒人說出來 1970年後才把它劃回到宜蘭縣啊 是啊 但是那時候政府沒有辦法 因為 國內高漲的保釣意識 所以政府也只好 被迫採取這個立場 不然你會被人家說 你是台奸 你是漢奸 你怎麼可以 可以 可以接受這種 把國土割讓出去的行為 政府沒有辦法 因為這種保釣氣氛之下 他只好做這樣的動作 可是實際上 是不可能那時候跟日本發生戰爭 還是說跟美國發生戰爭 真的去把調台要回來 所以那個時候 就是變成是一個社會運動 可是這個社會運動到最後 發酵到哪裡 它發酵到聯合國 那時候差不多1970年代 那時候也是剛好中國在爭取 要進入 成為聯合國正式會員的時候 到最後他們真的就把 蔣介石的代表 從聯合國驅逐出去 用驅逐兩個字喔 中華人民共和國 變成聯合國的會員 也成為安理會的 四個會員國之一 這個時候變成怎麼樣 就在海外的這些保釣的學生 因為這樣 他們到最後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說 我們保釣要把釣一台要回來 沒有辦法靠台灣 沒有辦法靠中華民國 要靠一個強大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到最後呢 甚至有很多保釣的學生 跑到聯合國總部去抗議 就在這種悲憤的民族情緒之下 這一群保釣的學生 就全部酌勤 就請向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們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 進去變成 聯合國正式會員以後 有辦法再把這個 調一台爭回來 可是很抱歉 沒有 這40幾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 雖然是安理會員成為 日本也不是啊 沒有辦法做這件事啊 因為它在國際法上 你怎麼講就是講不過去嘛 它只能變成一個社會運動 他們從來也不敢 日本當然也不願意 把這個事情變成一個 就是說 馬上送到國際法庭 去拿來做什麼裁判這樣子 沒辦法啦 那因為這樣以後 因為這些保釣人士酌勤以後 而且這個給 其實給當時的國民黨 政府 帶來很大的苦惱 所以過了幾年以後 我跟大家講 這樣的保釣人士 後來就經過了一番整肅 就是後來 可能如果大家對歷史有點了解 當然是所謂的台大哲學系事件 英語藍美文青的學者 跟這個台大哲學系有關 所以有一票學者 他們就被開除了 台大哲學系裡面 很多人就被開除了 就把他逐出校園了 包括現在還在 還在很 就是說 熱衷的保釣人士喔 所以這個整個 1970年代保釣的過程 黑黨專順的key 其實國民黨 本來就不要這個 他逼不得已 逼不得已做了一些表面的工作 然後認為說 在法理上 好像認為是 調一台是台灣的 從那個時候開始啦 然後可是事實上 他是非常 不高興 那時候保釣人士做這些行為 而且當時 國民黨跟共產黨是在對抗的 那到最後呢 很多保釣人士就 偏向大中國練習 就是 偏向左派這樣子 歷史上是這樣啦 到現在我們來看 變成是怎樣 變成是說 在歷史上很多的所謂 其實現在啦 很多保釣人士 其實也就是 熱衷於統派的統派人士 那這統派人士 基本上現在 對釣魚台的立場 其實跟馬英九的 親中立場就一致啊 所以很簡單嘛 他就一邊拿著五星旗 一邊拿著中華人民 中華民國的國旗 有拿中華民國國旗還客氣耶 齁 他們也曾經從 就是說 從 台灣的漁港出發後 去 去 釣魚台 就直接拿著五星旗 這樣子 嘿 所以這變成是什麼 如果你要保釣齁 變成到這個 你就會承認說 欸 好像 其實 釣魚台屬於台灣 然後台灣就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危險的結論 所以我也在 在布洛伯閣店寫過一批文章 就是在反駁說 釣魚台 馬英九曾經出來想說 釣魚台在清朝屬宜蘭 宜蘭那時候叫做什麼 叫做隔馬蘭廳 我寫過一批文章就是 把那個時候 把清朝的所謂隔馬蘭廳的廳字 真的它的廳字拿出來看 這個清朝的隔馬蘭廳的廳字 它寫得很清楚啊 隔馬蘭廳的範圍夠大 北到哪裡 東到哪裡 西到哪裡 南到哪裡 那個時候就有寫 龜山島屬於宜蘭 就是隔馬蘭廳 但是 它所謂江界的記載 有沒有包括釣魚台 當然不包括嘛 為什麼 因為釣魚台其實離宜蘭很遠很遠 它在北邊幾百公里 如果你要包括 你也說包括在台北州 怎麼會包括在宜蘭呢 那個其實是沒有什麼道理的 只是說宜蘭廳字裡面有提到釣魚台 但是它提到釣魚台的部分 我在網誌 部落格馬蘭的聲音很清楚 它其實它有提到釣魚台 但是它是 它是在一段文字裡面 那段文字是在形容什麼 就是說 它一開始就是南界外 就是說 隔馬蘭廳內 界線之外 還有 哪些地方 它就是在描述這個 它那時候 有描述說 隔馬蘭廳旁邊 邊有什麼 比方說台東 有什麼淡水 然後裡面有寫到釣魚台 它其實 隔馬蘭廳自來 就在瞎讓你知道說 釣魚台不屬於隔馬蘭廳 它只是描述了這個地方 然後跟它講它在界線之外 結果這個被拿來 被國民黨拿來講說 這個是 是所謂的 釣魚台屬於宜蘭的證據 實在 實在很好笑 大家如果拿原文出來看 就知道 根本不是這個意思 那 釣魚台在清朝 或是說 在日本時代 有沒有屬於台灣 任何一個行政區 其實都沒有 它不屬於宜蘭 也不屬於淡水 也不屬於哪裡 都沒有 也沒有管轄過 都沒有 啊 假如說 釣魚台屬於台灣 拿得出證據 其實拿不出什麼證據 老實是你認真去找 根本是從歷史上 是找不到這些證據的啦 其實這個還有一個 很好玩的地方 就是說 現在 很多中國的 你看到他的問題 他也會寫 說 釣魚台是 台灣附屬群島的一部分 然後在什麼 西元1 1500多年 1600多年 那個是屬於 中國的領土 其實這裡面 也有很大的問題 我後一段 再分析給大家聽 快樂年寶蘭 就來開館 我是比利潘潘建知醫師 其實說到 對於大家的問題 齁 我覺得啦 大家要用一個 較冷靜的齁 然後以這種 嗯 我們是 台灣人齁 是世界一流公民齁 立場的循環齁齁 來面對一件事齁 不要說輕易的齁 一些人齁 搖旗納喊 齁 就說 我在保家衛國齁 我在 爭取民族大義啦齁 簡單的幾個句子齁 就把你 糊弄過去啦齁 甚至要求齁 要你走上這個 欸 戰爭的邊緣齁 這個是 這個是一件 我本身覺得 這是一件齁 很愚蠢 很可笑的事情齁 齁 你去回顧整個 1970年代齁齁 很可笑的 那一場大學生的保鑊運動齁 其實這個 保鑊運動的結局齁齁 他的下場是 完全失敗的 因為我剛才參加過齁 90年代的 我們說 野百合學運 也把學運裡面所有的主張 後來都獲得實現 好比說那時候要求什麼 要求就是說我們要 要終止萬年國會 要求要說召開國事會議 要求要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 所有的主張到現在我們看都是很正確 而且都已經完成了 但是保掉運動的結局是什麼 沒有爭到任何一分一毫的主權 連余權都沒有 但是老闆是怎樣 老闆是所有國外保掉的留學生 都被中國統戰過去 整個都左派化 這樣到時候是台灣退出聯合國 中國加入聯合國 甚至最後情緒系統發動整肅 就是我剛才有說過的 台灣台大哲學系事件 然後整肅掉這個 這個保掉分子把他們都趕出校園 所以因為這樣後 那時候台灣社會 一些改革氣氛就完全被抹殺掉 所以說保掉保到後來 老實說什麼都沒有保住 現在也開始有些人也就在炒作保掉的議題 特別是你如果現在看台灣 就是我剛才說過的也很優心 就是很多情眾的媒體 甚至被中國掌握的媒體 這個議題面對 跟著中國走 跟著中國走 我們知道是在中國 這個議題發射到最後的結果 他這是 我覺得是中國人一個倒退 為什麼 因為日本是一個重要的貿易經濟夥伴 日本跟韓國在爭獨島的時候 兩個國家的態度都很強硬 說的也很強硬 但是在韓國有說像中國對待日本人 可以說打雜牆啊 上街頭啊 日本店燒掉啊 工廳都燒掉 甚至有的日本人在中國的島主 完全都毀壞掉啊 是啊 韓國人沒有這樣對待日本人 這不是一個說 我們一個符合國際社會 一個開發中的國家 應該要做的事情 領土爭端你不應該把它挑成 挑成這種民族對立啦 民族仇恨啦 特別是說 你如果去回顧歷史來看 這個民族爭端是怎麼形成的 是不是有那麼強的正當性 老實說啦 你真的去看這些一手的歷史的資料 沒有啦 沒有這麼強的正當性 甚至你要找 找說中國人台灣人 在釣魚台上 是不是有留下過什麼建設 或者什麼活動的遺跡 其實也都找不到 我們知道 漁民有曾經去那邊登島 有做過一些事情 沒有錯 但是對無人的小島而言 這其實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情 不能講說這個就是你的領土 那史書上也記載過很多 講過釣魚台這三個字 但是那個史書的記載 我當時還是一種描述 也沒有辦法來當做領土的證明 為了這樣啦 然後你就要去跟一個 臨近的很重要的國家 不管歷史上有什麼仇恨 至少現在經濟上是很密切 不管是中國還是 還是跟台灣跟日本都 之間的貿易 那些都是很重要的 甚至很多技術上 都是互相依賴 我們仰愛互相依賴 你要去跟他採取對立的立場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聰明的做法啦 所以我認為 現在我們說我們台灣人 還是說例外 還是說台派人士 在面對釣魚台 這個事情的立場 那個頭腦要更清楚 特別是你要考慮到 中國這種鋪天蓋地的統戰手法 你在裡面 你不要讓他牽著你的鼻子走 我覺得很多政策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如果台灣人 我覺得 比方說像宜蘭縣政府 就不要再去做什麼 什麼開漁船 再去什麼保釣這種事情 這種事情沒有必要嘛 如果我們要透過政治 解決 那個應該是坐上談判桌 坐上談判桌 你一定是有得有失啦 我相信啦 如果你真的跟日本這個漁權的問題 要解決很簡單 你跟他達成協議說 我們在主權上採取尊重的立場 日本人一定一定願意嘛 這個才是一個智慧的解決方法啦 我覺得挑起民主情緒 甚至思維抗議 甚至用什麼漁船衝撞 這個都不是很聰明的做法 所以 今天這件事 我就跟大家分析到這裡 也很歡迎說 我當然這個是一個很 一個很敏感的議題啦 因為他也很容易被誤導 如果大家 對這個議題還有什麼 意見的話 歡迎也到我的 臉書或是鋪浪 部落格裡面 發表你的意見 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 跟大家談一談這個問題 那我們下週再回來 Vito來開獎 祝大家新春愉快 謝謝大家 拜拜 謝謝大家